感染变种病毒的菲庸曾经去过东惠城、富东商场等多个地点 当居居民要强制检测 东中三个流动彩氧站继续运作 有居民清晨已经到场排队 林凯和他看过 东惠城对开的流动彩氧站继续大排长龙 排第一的他早上五点半已经来到 昨天我问他,他说七点,我说早一点 早那把小时来就排队了 谁就来了,有十年,十年都还没开工 等了,几个钟了,等了四个多小时了 类似于太阳大,晒得脖子很痛 有居民遇了多人 大热天时,拿了凳子,带了姐来排队 我站不到,排几个钟后我站不到 住在东涌,走来走来都有几个凶床 以前就说两个钟头,现在停留两个钟头 他说要检查,现在不是,行过也要来检查 有居民就不满,承办商太迟出来摆站 其实他都知道overload了,我建议他可以早点开始摆站 而不是真的等到差不多10点才施施然 等大家在这里晒 还有其实这里的指示都不是很清晰 大家都是堆在一起 东涌北公园都是其中一个裁养站 下午1点开放 但未开,人龙已经爬满了整条行人路 这个裁养站原先由华大基因做检测 但由于他们早前有样本受污染 有多钟解阳性个案 裁养站星期六开始,已经转由另一间承办商负责 受惠局就说,星期五是华大基因最后一日服务期 政府已经收到事故的初步资料 还等着华大基因提交完整报告 有线电视记者林海同步到